轩辕山脚下,打铁铺子的生意一直不冷不淡 白帝在这里生活悠闲,有生意的时候打打铁 没生意的时候就和卖酒的掌柜喝上一壶 这日他正在想如何能让掌柜接受他改进的酿酒方子 就见夕阳余晖中,走来两个相貌普通的人看似夫妻 虽像貌普通,他也看不出他们的变幻之术 可走近之后,他便笑了 小妖,你终于出现了 父王,你还是能一眼认出我 小妖跟白帝走回铁匠铺后露出了真容 这是我夫君,香柳 小妖直指旁边黑发的香柳 这个人一定要用草药染发,说以防万一 你就是那个让我们小妖上玉山受苦恢复灵力 又消失这么多年的人 公公这么多年有长径,可以培养出你这样的人 白帝对香柳的语气可不像对小妖那么温柔纵容 帝王的威压一下就显示了出来 香柳倒是不卑不亢 是在下,在下让小妖受苦了 但会用余生让她安乐无忧 少昊看着香柳,又看了看小妖对自己求饶的眼神 无奈地笑了笑,示意他们坐下 阿念也在,她去隔壁帮人家带孩子去了 一会儿就会带吃的回来了 那正好,这次见好你们,我就要和香柳去海上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来 本来打算看完你在武神山的 小妖开始掏出她的瓶瓶罐罐 在等待香柳苏醒的后期 她太无聊了就开始搜索海上的奇珍药材 炼制了好多炎年益寿,青春永驻的药 这是给你的 这些帮我给外衣和专须 另一部分是阿念的 你不去神农山了? 白帝问 不去了,专须太忙了 而且她公开场合见到香柳,也不是太好 见到入收怎么办? 哈哈 小妖开始试图转开话题 白帝也不再问 说话间,阿念已经进来了 姐夫 姐姐终于等到了你 阿念还是一如既往地活泼开朗 你这孩子怎么先和姐夫打招呼 小妖敲她的头 阿念笑道 以前就总听姐姐念叨 如今好不容易见到 我自是要好好见见 你不是龙骨域外见过吗? 小妖打趣道 阿念心虚地看了一眼父王 又白了一眼小妖 姐姐你接下来去看专须哥哥吗? 不去了 就是来看看你们 明天一早我和香柳去轩辕山上祭拜父母 然后就去海上了 真好 我也想去 阿念一脸向往 好啊 等你舍得放下你的专须哥哥 我便带你一起 可好 阿念瞪了一眼小妖 不再说话 晚上阿念和小妖睡 两姐妹叽叽喳喳聊了很多这些年的经过 香柳和白帝一个房间 却着实有点尴尬 明天你们去见小妖的父母 他们应该会对你很满意 白帝不似白日里的严肃 像一个慈祥的长辈 你们比他们幸运 你也比他爹幸运 公公愿意最后放你走 小妖又肯对你敞开心扉 白帝虽然在说着香柳 却仿佛又在感叹 陛下放心 我会珍惜这份幸运 和小妖携手享受这尘世 香柳行了大礼 你可以随小妖叫我一声父王 白帝笑 香柳也没迟疑 又是一个大礼 父王 白帝大笑起来 似乎这么多年都没有如此舒心过 好好 好好一起 第二日一早 他们和白帝告别 阿念说要陪姐姐 一起上了轩辕山 上山前 阿念说 带夫君上山祭拜穿上嫁衣 他爹娘和其他亲人 才会刚开心 山花烂漫的山坡上 有六座坟营 埋葬着祖母 大舅 大舅娘 二舅 四舅和四舅娘 还有母亲 可其实至少有三座坟营都没有尸体 大舅的墓里是什么小妖不知道 只能看到朱鱼花开遍坟头 大舅娘是神农的大王姬 神农国灭后 她烈焰加身自禁 尸骨无存 墓里葬着的是她嫁到轩辕来时的嫁衣 不知道 二舅是怎么死的 只知道留下了一小块焦黑的头骨 墓里葬的是那块骨头 四舅 也就是专须的父亲和神农的祝容同归于境 尸骨无存 墓中只有她的一套衣冠 还有自尽的四舅娘 母亲的是战袍和父亲的匕首 小妖带着香柳一一败过 最后停在母亲的墓前 娘 这是我夫君 小妖拉着香柳 边笑边说 姐姐 姐夫说 你们没有婚礼 想让我给你们在这简单举行下 旁边的阿念出生 并从提上来的篮子里拿出喜烛和喜酒 小妖看看香柳 又看看阿念 心下了然 点了点头 阿念带上来的小丝开始唱词 随着唱词 小妖和香柳一起行礼 第一败 败天地 第二败 败尊长 小妖和香柳跪下 向母亲的墓碑磕头 第三败 新人对败 小妖这才真正能看到香柳 她一身红衣 一头白发 竟出奇的和谐 小丝高声宣布 李承 阿念上来抱住小妖 她的姐姐终于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了 她也开心 替她的姐姐开心 也替父王开心 更替这个 一路她看着为自己姐姐 付出如此多的姐夫开心 阿念把酒杯针满 先让姐姐和姐夫对饮了一杯 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小妖眼中泛着惊莹 拿着酒杯的首页也些许颤抖 却还不忘了打趣道 虽然你是王后 但也是我妹妹 感谢你给我们准备的仪式 这杯酒你还是要敬我们的 阿念笑看了一眼像柳 对小妖说 姐姐 姐夫 我敬你们 小妖又针了酒 香柳回敬阿念的敬酒 阿念笑饮了 说道 祝姐姐姐夫永结同心 白头偕老 阿念继续倒了一杯酒 敬给小妖 话里有话地说 当年你打了我一顿 给了我两条路选择 我们谁都没想到 最后敬走了第三条路 你是个好姐姐 对我一直维护照顾 我也可以坦然地说 我是个好妹妹 小妖笑着听完后 看了一眼像柳 一饮而尽 如此热闹 怎么没见妹妹和妹夫 敬我一杯 熟悉的声音响起 走来的人正是专虚 香柳一点不意外 看来是早敢知道 专虚要来 小妖有些意外 又有些凶难 因为她本并未打算 去看专虚 小妖 我特意来祝福你 不会连杯酒都不敬吧 小妖回过神 香柳笑着看向小妖 围三个人真满酒 香柳先举杯 谢黑帝陛下成全 请放心将小妖交给我 专虚点头碰杯 等着小妖说话 哥哥 你能来我真高兴 我只是只是怕你事物繁忙 我这点小事 小妖越说头越低 小妖 我永远是你哥哥 香柳 小妖 你们走到今天不容易 我真心祝福你们未来一切顺利 专虚先干为净 小妖和香柳也先后引进 大家又闲话了一会儿时的去世 阿念便找借口要和专虚回五神山 把时间留给这新婚的夫妻 专虚扶着阿念登上了云年 阿念一步一回头 一步只有平时一半的距离 小妖笑 王后放心 我有机会一定回来看你 到时候给你们带礼物 包你喜欢 阿念也被逗笑了 转身坐上了云年 小妖抱了抱专虚 道 哥哥保重注意身体 专虚凝视着小妖记上的若木花 平静地说 我一定会的 我不仅仅是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小妖 她对香柳笑了笑 小妖就交给你了 香柳汉手 云年腾空而起 小妖目送着专虚的云年 不停回应着阿念的挥手 专虚却没有像他们第一次分别的时候那样 探出头来看她 哥哥终究是成为了那个万人敬仰的帝王 小妖轻叹了口气 从今往后 这些就远离了她的生活 但她依然是曾经成欢于皇帝膝下的孙女 是曾陪专虚携手而行的妹妹 小妖看了看身旁的香柳 更是这个白发将军的妻 去玉山 香柳用拇指轻轻摩擦小妖的脸 顺便释去她那将流未流的泪珠 小妖重重地点点头 到玉山的时候 天色已经开始变暗 刚入玉山地界 就看到了一身白衣的猎羊和碧君 还有一个金发少年 也是一身白衣 看到小妖和香柳一身婚服 碧君笑得十分开怀 毛球 恭喜你修成了人形 香柳向碧君和猎羊行过礼后 又对那白衣少年道 你 你怎么金色的头发 小妖记得上一世见她 头发是正常颜色 废话 我是金冠 我平时是黑色 今天着急见你们 忘了染 少年一双凤眼神采奕奕 说话的时候 不懈地撇着嘴角 又因为年纪小 看起来异常可爱 小妖不作声 暗暗嘀咕不愧是九头腰的坐骑 都喜欢染头发 一行人晚饭过后 开始喝酒 月光下 五个人甚是痛快 小妖看着她的亲人 爱人 朋友 觉得前所未有的满足 有时候 她甚至会怕自己醒来 这都是一场梦 怕像刘早已站死在沙场 香柳感受到她的不安 拍了拍她的肩膀 小妖侧头 站出一抹微笑 我说你们能不能 不要总是没来眼去 毛球不满地嚷嚷 她好不容易修成人形 今天一定要不醉不归 几个人笑笑闹闹 一直到了后半夜 第二日一早 大家在玉山上告别 每个人脸上都是不舍 毛球不停问为什么不能带她 她可以送他们去任何地方 香柳说 他们要去海上 直接掖住了毛球后面想说的话 此番去海上 有香柳 在我们自然放心 但若是有一日你有了身孕 不要过于贪玩 照顾好身体 知道吗 碧君突然像娘一样叨叨不停 小妖听到怀孕 从脸到脖子都红透了 猎羊不想看她这不争气的样子 对香柳道 虽然我们功法不如你 但你若欺负小妖 我们也是不会放过你的 小妖扑吱笑了 猎羊这话 听起来都没什么气势 小妖一笑 氛围就轻松了很多 大家从分别的情绪中 慢慢被拉出来 放心 我会时常来看你们的 也会照顾好自己的 小妖伸手拥住猎羊和碧君 即使再不舍 终究到了分别的时刻 小妖合像柳上了天马 直奔海边 望着他们消失的身影 碧君和猎羊对视 眼中泪一番涌 有不舍 有担心 但更多的是欣慰 阿恒虽然看不到 可他们的女儿 寻得了像他父亲一样的良人 并且可以无拘无束地在一起 真好啊 小妖坐在天马上背靠着香柳 香柳替他挡住了进风 他感受背后传来的温度 内心无比温暖 原来 勇敢一些 结局真的可以不一样 那些他以为他不会给的 原来只要他开口 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满足 一轮浩月 洁白纯净 今夜的月亮和清水阵的月亮一样美丽 一身轻衣的女子 一身白衣的男子 并肩而立 念朝大海 随风飞扬的发重叠在一起 就像两颗星 永不想离